我今天播了10个小时 我今天播了10个小时 我肯定顶不住了 晚饭也吃 那你现在吃了吗 那你现在吃了吗 你什么发我一串文件 我真是狗 你你你我等你一会 我等你一会 晚饭都没吃 那你现在吃了吗 我跟你说其实 其实前面第一局打了 打了40分钟 第二局打了20分钟 打了一个小时 第一局就打了一个小时 是50多分钟啊 接近一个小时吧 那种局没办法的 那目前 目前来说谁是第一啊 为什么老子都没有吃红环是吧 人家打的没问题 我给你讲一下嘛 本来第一轮的话呢 就有三个并练的分析 对 三个并练的是老孙童 和这个 那个游翔 和那个洛黄 还有那个幻听 幻听 对的 他们三个并练的 然后这一次 他们三个人里面的话 老孙童很最高啊 他们就只有五个 你看有个还有五六 吃红环的 但是但是但是希望的话 上次他分没有这三个高 懂了吧 对对对 懂了吧上次 五十六分的话 上次的分没有咱们高 是吧 今天也就这个谁 这个吴欣玩了两把孙权组 就是孙权组在这个 你看没有人玩草皮组 看见没有 就是草皮组 玩了一把 玩了一把 他们玩了一把 赢了呀草皮组 赢了吗 赢了呀那里 那里 化正了 安逸 来来来 咱们从心分당 已经瘩渝变成 别别别别一会儿 就是关与的那一局啊 我我们看一下 你你打开选项 见面 选 选 选橘子吧 他这个选拳换了 他这个选局都没问题 有人说非要选刘邪 刘邪肯定也被勒的 不不 那个不会放他出来 不不不 他妈傻逼啊 刘邪是主攻勒 这不是他从头这 这是谁的视角啊 看着这个洛黄的 严谨你这么傻逼吧 他选刘邪 他是被主攻勒的 他选刘邪主攻会勒什么 主攻是不会勒 我的意思是那个无限 肯定不可能放他出来 不是他都不会被勒 何谈无限啊 这个局他如果选刘邪 这个孙权那个勒 不是勒许优就是勒沙漠科了 别准摸到这好吗 选橘子吧 这个局 这个局其实 哎 就不用怎么分析的 这个夏威央肯定是 要不你就想个李建成 你要是不想选橘子 就选李建成 李建成就是 那个谁 大地那种 分线下面 夏威央是反的 二号为夏威央补充 橘子我也这么 肯定就勒许优了 内的话 这些人都能当内 那么新鲜英啊 不过我就 直接看了 分析像面 分析像面啊 啊你分析 你分析 夏威央反 橘子反 村姑其实 其实都能当内 但是我觉得村姑是内 为什么 因为 八号为想个正案当反 说实话挺尴尬的 你要想 八号为 这个村姑必是累的 对吧 对这个 所以你八号为 八号为选那个当反 反正 尴尬 然后其他的就不长 你看直接他橘子就被热了 这就制衡两张 一记绝尘 撤 这个夏威央 我觉得第一轮不要翻面啊 你们觉得 我觉得因为没有装备 没有装备 我觉得呀 还能再活一轮的 肯定能活一轮 我是这么觉得 我是觉得你要翻面 第一轮撤不下来就没了 没了 主攻上来就制衡了两张 很难吹 一局子又被热的情况下 说实话我也觉得不翻面比较好 有人说这个许优的麒麟宫 应该给沙漠哥 我觉得这个有点闹 因为沙漠哥 那个是谁说的门槛 门槛说 因为沙漠哥元素 孙浩出两个中 你就敢断定 这个沙漠哥是中的 概率是66% 敢断定他是反 他闹的 对他只有33%的概率是反 他是不可能把麒麟宫给这个 不敢给的 因为你给的 如果疯了的话 你要吃牌的 对呀 因为他沙漠哥是中 过五的话 我把许优跟这个沙漠哥元都一顿暴打 他们第一局打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跟你讲 第一局我就觉得这个沙漠哥元 第一轮不要翻面 翻就翻了几乎 他们没有拆这个 哎呀这里 有三连反 三连反 三连反没敢打就算了 对三连反没敢打无限 他有个无限没敢打 这是第一 第二局子就是反 是在对面 平板 对 毕竟三连反不打就算了 没问题的三连反嘛 我个人觉得这个 你提什么就信这个路基一定是白 对 毕竟只收 毕竟只收 毕竟只收路基和孙浩了 毕竟只收路基和孙浩了 你不太好弄 他们第一局打的可以的 说什么 打这么久 正常正常来说 这个羽像练成乡是谁要 你们注意啊 这个孙浩做了一个废套路 不是废套路 就是副套路 就是把阎王正挂起来 我看了 那个要放橘子出来的 橘子中不怕的 那个派 因为这个橘子没有 橘子中孙浩就是反 橘子中那么元素跟孙浩里面 就必出一反对吧 对啊 让他动好了 不是 年纪你能不能开心的再说 他妈元素都出逃旧孙浩了 还元素出一反呢 元素旧了是吧 我都没细看 不是 前面三连反 打的这个谁就已经出逃旧了吗 那我们看 不知道你再看一下 那肯定是要放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那你要孙浩还是要那个橘子 如果橘子是东 孙浩就是反 对啊 孙浩反你橘子出来 又影响不了你局势的 但是你 橘子反的话会影响你的局势啊 还是影响的 也影响的 他有联络的联络 联络的联络 至少说比橘子强啊 你第一轮还真没橘子强 许耀没掉水 沙漠克没掉水 袁树没掉水 陆基没掉水 这次一天掉水了 你有什么强度啊 我写 但是你有什么强度啊 你的路线 我写你个橘子能干嘛呢 手是强度 整体强度都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第一轮孙浩是没有用的 第二轮孙浩肯面前 对啊 但是你走的来说 是不是孙浩反肯定是 你分不了的啊 他不敢打 我是觉得 这个 这个 破例啊 这种东西 分析一下 不是 我是觉得 真的 分析一下 肯定是要放出来 我们肯定懂呀 但是场上的学生 不是 我是觉得 你 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这个橘子这个人排风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比较熟悉的人 你就知道 不是 我是分析是利弊啊 就是我情愿是 你橘子是 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 你暂停一下 他这里 不用暂停 你就说 你不用暂停 你就说吧 他有桃 他可以保证许 有桃 这无中开出来的 是吧 无中开出来的 他想收了 桃是无中开的 他收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个地方是很 这个操作没问题 因为他 他收了 许优九杀 可以打到生权 他有九杀 收了没问题 对吧 他收了许优 是 是能打到生权的 九杀九万只打生权 破例是吧 破例是吧 跟你讲 你说的那个四路 我懂 我是觉得 夏浩元 如果低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孙浩上来 就把元素给打废了 你就 就赢不了了呀 你怎么 对 这个主中就很难赢了 你不能嘛 这么慢 而且这里 新线已经拆也拆错了 他应该拆冠石斧的 因为 因为你拆了 那个沙漠客的寒命念 夏浩元 可以把那个古定刀 移给沙漠客 所以你把 还挂了一个人文盾 不是 所以你把 这个孙浩啊 我跟你说 他这个菊花刀 元素收了 这个许优 这个菊 这个不是 这个 不是 这个新线已经拆错了 应该拆这个冠石斧的 这个地方 不是 这个卖了元素 主中很 因为他拆了那个 山伯克二距离 这边还有一个二距离 他可以移个二距离 你想想你多想 我把冠石斧 不是 我说你都不听了 你都不知道我在说啥 是不是 我知道 你就说应该把这个冠石斧拆了吗 那个新线意义 因为那边有个古定刀 他把古定刀移过去 一样可以 你把冠石斧拆了 我有 我肯定比你不慌啊 我都无所谓的 倒数第一都无所谓的 我都不像你在说啥 是吧 这个局孙昊这么打元素 主任很难以赢 我是什么 输了不亏赢了 血战 跟你们一样的 这个局肯定是被 就后面最后被那天控制的 对啊 后面就被那天 被那天控了 因为 这个局袁树死了 这个孙权加孙昊是打不过 假设打不过这个沙漠科橘子加新银三个人的 那么就几乎无人 对啊 后面我就两倍速了 我觉得 另外 我觉得这个局孙权啊 还是要 尽早 后面 加一码拆了 加一码一定要拆了 其实反贼后面都已经开始反内了 就是当当沙漠科那一刀杀向新鲜音的时候 这个时候祖宗就想办法把新鲜的放在压一样 给他点压力 我其实我没有看新鲜的牌呀 建议那个联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 其实中间大家在囤牌的时候 囤牌的时候 人应该早就摸到了 藏手里的 肯定很早就摸到了 我看他第一轮就 有联统 喷倒就有了 你看是 只是杀不够了 其实他有联统早点打死一个 就是四人局最好 五人局后面大家 其实如果大家都 我直接干新鲜音 我不会干孙权的 我刚搞的孙权 我直播的时候我都说了呀 这个干新鲜音是对的 没啥 不是另外这个孙权 也要把新鲜音那会加一码什么给拆到啊 什么 就是新鲜音其实这个局 他风险挺高的 这个局就是因为这个游侠一直在打橘子 橘子一直打孙浩 张萌哥一个人打不动新鲜音 后面孙浩跑去打新鲜音那样 那晚了呀 你后面去打有什么用啊 后面我确实忍不住了 我只能把思路说出来 他反正前面你忙不敢做 新鲜音其实在五人局的时候 就是前面 因为前面大家反对肯定会推出 因为主的医学 前面大家肯定会推出 后面思权回到三学 或者是四学那会反对肯定推不动 小石头和风筝都晋级了是吧 风神我就打完了 啊 小石头和风 小石头和风筝都晋级了牛逼 风神是肯定能晋级 没想到小石头也晋级了 小石头也晋级了 我给他逛逛酱吧 别到时候你又说 神武轩 跑到A属去了 神武轩 神武轩跑到A属去了吗 神武轩这么牛逼的 神武轩 神武轩这么牛逼的 神武轩这么牛逼的话 神武轩的话也在A属里 神武轩和神武轩都在A属里 都在A属里是吧 然后把这个那游侠和那个 神教也在A属里 神教本来就啊 就是这一组就是谁 对 洛黄和这个游侠 王游侠 他俩掉到B组也是正常的 有一说一啊 明显感觉到 牛逼的 这个局 这个游侠就是孙浩 他不会打这个5人 老孙浩第一啊 老孙浩第一啊 这游侠不会打5人 对他他没有他没有想到怎么打 老孙浩现在是老孙浩现在185分 换题180分 第三名是希望177分 感觉老孙浩应该能进前十 我也觉得老孙浩应该能进前十 他只要拿 这两个树又在一起 老孙浩在于直播间 他说我把鱼一起干碎了这个眼底 对是干这个眼底 在呀那咋不在呀 我说我跟老孙浩一起干碎了这个眼底分到一组 那我干什么呀 干死这个大魔王 大魔王里面 牌在这喷 写流表跟着混 这个局后面孙浩应 可能是罗杖牌 你看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时候孙浩已经回到我 这个太学了 这个时候 感觉这不是 烂草在那里混 说你混到一组 对 烂草在那里混 烂蒋干给这混 这就是手滑了 点个下高 没有摸四 哎 摸摸四 他也出 这个不让这个连弩是不是 我看一下 大头上 不练大头上说要慢慢 手滑了可还行 第一局我后面我不想看了 我就放完吧 四倍速放完 两倍速 两倍速吧 四倍速 四倍速 他们一共 不是这个局 一共五十五分钟 四倍速 四倍速速 放到什么年代 主要这个牌 他们打了二十轮 最主要是好多轮 但是他们没计草 应该没人计草 不然的话 肯定没人计草 对 菜呗不好计 什么找什么理由呢 你今天体能喷的 老胖杯我看你的发挥 好吧 行行行 到时候给你冲烂 发动了 没事没事 你冲我我就举报你 我就去贴法办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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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我们这有意思 其实这个局副牌要看 希望那个新鲜鹰的视角再有意思 看他有什么牌 但是直播你真的不能看那个牌 你看那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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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要是看新鲜鹰的新鲜鹰肯定赢不了 直播你要看新鲜鹰 是 是的 因为新鲜鹰你看他联弩十张杀 我就问你 这个时候反得跟仲晨还互打吗 不可能的 所以说 真是真理 不愧是真的作业 这是 这个 谁都能看就是不能看这个新鲜鹰的事 这种狠海和自由 就是 这整个新鲜鹰的爆炸 八倍速 八倍速吧 这就太长了 八倍速了 什么八倍速 八倍速吧 你看他们就打来打去吗 其实我想说我不知道新鲜鹰那会 16张牌那会 他有没有能破绝 这个时候反贼没有反贼跟忠诚 没有互相打 这时候他就可以出手 把这个鲜鹰 阿伯二 这种局 但凡 这个局是因为 没 他不敢打的 他肯定是杀不够 他打死他肯定是在打一个 他要打就是把前场打死 但是这个局 这个局次跟孙昊要会晚一点的话 他们俩都去打这个星星 这四个人都打他 至少三个人打他 最少三个人主攻不会打他 主攻把家里马出来回复状态 这个 因为这个星星星疑疯狂的 看反正这牌反肯定打他 这个局只要主攻不打他 他就 因为星星疑打孙昊 孙昊肯定打他 这个局只要主攻不打他 他就不打主 这个没办法的 但是主攻就可能不打他 你的先货解分也说不定的 但反正肯定要干他 对 反正肯定要干他的 就是老师都已经想他了 主攻不是主攻要把这个家里马上 主攻不是主攻要把这个家里马上 然后弄他 老师我有时候在干你 他没干 我是老师他 我是老师他 那也不行 这因为你打了之后 一定要让如果你 你去打内 我跟你讲 你不是说把他给干死 干过他就动手 知道吗 对对 把他逼得没有办法释放 把他打死橘子我都能接受 知道吗 是的 让他打死橘子就知道了吧 你别动不动就失票啊 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失票 主攻他 你看他主要是活不断的 动不动就失票 就是你别让他觉得他能动手 而要逼他动手 逼他动手 逼他自己前动手 哪怕盖子一样 盖子反正盖子中手 没关系的 别让他一拨 这个主要是这个 后面干的来不及了 真的太多了 他不能去弄这个橘子的橘子 橘子爱战怎么样 这个橘子说实话 主攻绝对不能打这个橘子 这个橘子 你让这个别人 别人去打了 无所谓 后面这个真话的话 就没有干过 这个这个孙强 其实就有点送内了 我都说了主中不容易 孙强有点送内了 不是他也没办 他哭不住 你知道不 因为他不能被反 他如果干内太狠 他会被反的偷的 其实我当时 我当时 我觉得这个南蛮都可以主放 但是他有乐 他放了就放了 他有乐 其实放了可以理解的 他有乐 其实放了可以理解的 其实后面也就走不了内了 我看内还有什么牌 没 孙强打法顶送的是 因为他祖国可以拿分 送了就送了 南蛮内有两个桃 内还有两个桃 他们吹不掉主的 其实相当于这个星星也 比他多赢 一句忠诚啊 其实还行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实话 这种局不能让反应也没 主赢了只有六分吧 对 六分还行了吧 但是你 你去把星星也干了 被反偷了 你他们一分都没有啊 就就就血规 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这个局 孙权想要拿12分 我跟你说 绝对是 看完了 谁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上去咋能做到 下一局 下一局 科美他出手就 他上不足 他这个选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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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垃圾组都垃圾的武将都没关 不对啊 他怎么有马良呀 什么大小桥呀 这选孙号吧 哎我跟你说啊 这个局 他分析真的是有原因 原因的 他关键不行 关键不行 就是这话 去年有一个主播 去年有一个主播他选马良 最后他可以逃下了 这局他吃红牌了吧 这局他问题很大 分下降面啊 你分一下身份啊 小桥反徐氏反 技工百分之百中 不是中当场吃键盘 黄忠伟 黄忠伟也认反 其实这把最大的偏差 就在于这个朱葛瞻 到底是反还是内 对 朱葛瞻如果是内 技工就是中 朱葛瞻如果是反 技工就是内 对 那这个孙号就是中 因为这个局 就是朱葛瞻的身份 是反内嘛 你不知道他是反内 另外 你们说这个黄忠选的好不好 不好呗 也真的不好呗 我们也看他的群人 老孙涛说 他不认识黄忠这个武将 哈哈哈 他选的是不好 但是呢 我也不认他是中 老孙涛里面在那个庆域上 他不认识黄忠这个武将 他不是没有杀他一刀 其实在我眼里 其实在我眼里 是小条是反 徐是反 黄忠是反 剩下的你就看吧 找找内 开北开北 这局 这局孙号必吃红牌的 不是我当时 我是觉得这个万键开的不好 然后老伯说 因为他认孙号可能是中神 对啊 他认孙号可能是中神啊 这也没毛病啊 孙号确实很有可能是中神的 对 二分之一的概率是吧 二分之一的概率 说出一个箱子 这黄忠你即使说说 你这个位置列弓 张上普都列不动的 是我 是我我肯定给你 最后不是孙号是中吗 不过你不给你给许优是 不过你 孙号确实是中 不过 不过你给许优算也行 他给算肯定给许优 或者孙号里面选一个 给给许优算就是风险高 给孙号就收益大 给孙号就是稳 给孙号就是求稳 给孙号就肯定不会给错了 他们前面几张都还可以的 就大部分 他说主攻给算我就打你 打了给什么 小桥二合位做反 跟孙号差不多 就是卡位置 对卡位置 还有你吗 对吧我确实许优操作还是比较可以 许优操作可以的 许优操作可以的 许优解说还说要留顿什么的 不可能留 我的意思是说看到自己想留什么 知道吧 对你也不能说太迷 我也不能说什么 然后的话呢还要看许似的这个 你看这个打无蟹 不是他留那个 他留那个拆是想把小桥扒光 也没啥吧 是不是 那个激功反打了 你跳成这样 激功你跳成这样 激功不用跳他也是 你看他这一波子 我这边到他摸牌了 这个小桥为什么 你站住一下 你站住一下 帐巴能添香的 帐巴能添香的 你暂停一下 我想说说一下 就是许优跳中了 然后许优就顺小桥 激功去打无蟹 那么激功就不可能是内了吧 内还打无蟹干什么 对啊 所以激功就是中呀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在孙昊的视角 诸葛丹是内 还是黄中是内 那肯定诸葛丹是内 那肯定是内 那他还能黄中内 那不就得了吗 那不黄中那是反的吗 孙昊不是这个激功 给这个许优打反无蟹 所以激功就跳中 那你自己是反 徐是反小脚反 你不能 那就必是诸葛丹内 这个 这他的视角身份就已经明了呀 人家是根据什么 主公打的就是反 终于说 他是反 有道理有道理 你挺会聊的 你挺会聊的 我发现 你挺会说的 这他把黄中乐住 我真是不能理解 对啊 他自己是反的 而且他为什么挂闪电呀 对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挂闪电 所以说在别人的视角里面 他是累吗 没毛病啊 不是你你你火攻 你把闪电扔了 不是我 我当时我真的 我直接给他飙内 因为 曲又跳的是钟 那你挂闪电 在别人的视角里面 当他是累 我觉得没有任何毛病啊 我也觉得是内 我当时我也给他飙 这个 这个老孙头怎么不干黄中啊 老孙头 老孙头他怎么解释的 他说他不认识黄中 不认识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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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认识字吗 他不认识黄中 不认识黄中很开心 关键是这个黄中贝勒 徐氏也没有给他打无戏 徐氏也不敢打 徐氏也没有给他打 不徐氏没有打无戏 还能理解 因为徐氏觉得孙号是内 孙号是内 孙号是内 那黄中也应该是反呀 对啊 所以 所以徐氏没打无戏 我真是不能理解 你认识孙号是内 那不是铁铁黄中打无戏吗 对啊 你这个黄中是列公一刀 把徐氏干脆不完事了吗 哎呀这个没给打无戏真的 一个一个跳的有问题 一个没打无戏 一个乐队友 一个不管队友 我给你说这个算机你看 这地方我要暂停一下 这里面有个铁锁连环去必拿 他没拿铁 他没拿铁锁 你看这个铁锁是12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个9加3也是12 对93112 然后 然后那个这个Q是12 然后各拿一个 这个局 这个局拿这个铁锁就已经赢了呀 对吧 那12嘛 然后93 这个是12 然后各拿一个4 多好呀 9Q 9Q 9Q也可以 9Q是17 他没有拿铁锁 张张虎拿到铁锁 这个可以拿完的你不知道吗 是可以拿完的 是可以拿5张的 是可以拿5张的 那个铁锁拿去了呀 这个他没拿 没拿吧 少拿去 我觉得 可以不拿完 但是这个铁锁是可以拿完 这个铁锁很关键 这个铁锁太关键了吧 这个确实不难 这局孙浩吃红盘不冤吗 这个孙浩确实是最少 这确实是吃红盘的 一般来我感觉今天 不是孙浩的逻辑就是 我跟你讲嘛 孙浩的逻辑就是 他想他开这个A想把角兽给打死 知道吧 对 那你不能 那你不能乐黄中呀 你开A打角兽 他就觉得 这个黄中可能比诸葛战更像中 就这么简单 哈哈哈哈 不是黄中 不是 你举寿已经跳中了 你觉得黄中内吗 张昌浩主选个黄中内干嘛 我跟你说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说白了 说白了他就是没有人 没有没有分金珠 什么之类 他他他最主要的还是挂闪电 把自己给批了 闪电把自己给批了 难道 我跟你说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技工室内 他不会打法 对 技工室内 技工室内 他打无限干嘛呀 他有毛病啊 尊号的出场率不比许多低的 而且他胜利也不比 尊号的出场率 尊号的胜率是最高的 他们 我看他们那个从事 你说他这个闪电 他多难受呀 不是 我看那个胜率很高啊 有个叫蒋干的 不是很高吗 蒋干的 不不不 最高的胜率是马超 马超到现在为止 胜率是百分之百 那还减勇吧 减勇百分之百呢 还搁这儿 减勇也百分之百 对 选了他就赢 减勇也是百分之百 因为只出场一次嘛 马超出场两次 也赢了 都赢了 这个不能比的 人家需要出场一百一次 他这个有铁泽连环 连这个孙浩加许氏 不是已经直接赢了吗 对啊 肯定直接赢的 不过这版 希望知道孙浩是反 他觉得可能 技工室内八是反 技工室内哪 他怎么能打不屑呀 不是技工室内 为什么非要打不屑 也不打不屑 而且还有一轮 他这里为什么不干死许优呢 他要去偷主 他要去偷主 对啊他要去偷主 这个偷主 我肯定说主有狮子很难偷 很难偷 没有狮子 你可以打九三 你有狮子 你很难偷的 而且许优 许优说那个有桃一桃两次 这个牌打死了许优众 其实还能打 我也觉得还能打呀 那他要说 为什么不用雌雄去搜啊 他想来九嘛 他想来九嘛 我靠 九三 九三他就不有狮子吗 你看 他这里打的话 我就觉得后面是反 不是我 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他打这一把 他心里是乱的 你知道吗 而且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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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工去拆张上普的狮子 你打无蟹干嘛 人家狮子可以问卦回去 对啊 你他后面他这个无蟹也不该打的 季工去拆张上普狮子 你打无蟹干嘛 他给了一个冠石斧 想让那个人家 人家不能问卦回去吗 不过这个局 随于你好摸了个糖 不然 不过张上普也是死不了 不然你这个能偷了呀 他偷主就偷主的 不然你没偷了呀 难道你还只要面试票吗 要偷出 我感觉你 决斗什么 全部直接打张上普就行了呀 没必要是最少潮的 你三张你没有用啊 这个 除非你有连弩 你有连弩我觉得没问题 好 其实可以不用收人头 对 要偷就直接 直接偷呗 直接拆张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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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徐啊 对吧 对啊 杀那个叫谁的 对 杀张上普 然后再 然后木马给张杀 温挂官师傅 你杀一刀 官师傅收到的 不要乱说 官师傅收到的是吧 这局后面就已经打不过了 这个局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主攻打了 中国战 他们觉得中国战幸福吧 哎呀 这都是扯谈 你自己判断 不是说主攻打了才就是反 主攻还有可能打中 是反了 孙昊不住这个闪电其实也有 老子能说 我没见过黄忠不行吗 不行 主攻 你没有见过黄忠是吧 那你那你见过那个忠会吗 忠瑶吗 还有什么忠啊 这都这一堆忠 你看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寒冰 这个这个情景明显给人家许又算了这个火杀 对给人算了火杀 不给人链子 这明的给许又算了火杀 哎呀 当时有链子连的 他非要去决斗把孙昊打死 他不把孙昊 我跟你说 他不他不把孙昊打死 然后这边链子连上 你先温挂狮子你在决斗许氏都可以吧 对啊 所以说这打的就不行 真的就不行 这比较刺合吧 比较刺 敏的火杀 你你不要决斗吧 薛宗没有用 薛宗马宗 马宗 那个不是薛宗 是薛宗不行 中央 马宗可以吧 我们叫马是 马宗 马宗应该是中 名字也代中 我感觉这把 这个叫老孙昊 我呢 比较疼 你什么事 这些老孙昊就 他选那个代替季公就最后了 拿了个连组把内线杀了 冠军是他杀还没杀到 第一刀杀最重要的 对啊 第一刀杀没杀黄中 但是他说黄中是不是 徐氏给黄中就打无限了呢 因为 因为我跟你说 因为季公没有人杀 跳内 导致 导致徐氏没有给黄中打无限 他跳那么更应该打吗 就是我记得 对啊也是 季公跳内不更应该打吗 是啊季公跳内更应该打 不不不 不不不 那那孙昊 孙昊已经跳内的 跳鸡毛了 孙昊跳内的季公怎么跳内 季公怎么跳内 季公怎么跳内 所以说这个逻辑怎么都圆不回来 这个你圆不回来 就是 所以圆不回来就是错的 哎我跟你说 老孙昊这把全躺的 往地上一躺 就是躺 我跟你说后面他也往地上一躺 选一个什么流线烂流线 我感觉能躺到第一名总比某些主播 对吧 22分 你直说吧 直说谁肯定不是说的我吧 那 那 肯定不是吧 看看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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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 这把选什么 选许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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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我还是五环村长七一环的村长 七一环是什么意思 七个半吗 他打了八局 输了七局一分都没有 我打六局输了五局一分都没有 最后一局我村长一分都没有 不不不 这时候就要用一个词叫不慌多让 我是五环村长七 还好最后一把赢的我擦哦 这这局选许优优优独播 没办法呀那有的时候 这个局这个局其实这个局不用分析身份 说实话 马上就出来了 不用分析认为让他们打了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局不用分析身份直接开吧 其实我这这局其实看了不移的事实讲不讲好 说实话刘善不这个无一主攻二货的刘善 不厉害 不厉害 这把老孙头是秘密的 这把黄龙赤牌没毛病 这个决斗就把身份都跳出来 这把黄龙打错了 黄龙吃了个黄牌 他参见的时候很严重的失误 对啊老孙头跟他混呀 就选一个这个抓手的鬼脸皮肤 鬼脸皮肤 我跟你说他他把这希望 抓他的头是吧 别人如果说来一刀把他给他把这个流伤干一刀 这个程度真不好意思 这个他无疑连黄龙去沙漠科 沙漠科就求逃了 他也可以留沙漠科加孙尖 就孙尖去 他肯定先杀黄龙和沙漠科 孙尖不利 对孙尖你不打他 他就是白板嘛 这个乐曲又没问题啊 因为不能跳乐 你看那其实我跟你说 当时我觉得他那个牌 铁索 铁索 霍迦加加沙漠科 杀一刀也可以 这个乐肯定是后摸的 这局直接碾压了 许佑勒没出来就碾压了 没有碾压 黄龙没有打好 黄龙打好 对没有碾压 流伤还能打 很早的 反正想不想配合的问题 不是配合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查流伤的 谢谢 有人说有放权 完全可以留乐 其实无遗嘱 二号位刘善忠 万一人 万一人家不是忠的 万一人不是忠的 对啊 人家可能是反的 刘善反这个局就不强吗 对啊 刘善反这个局不强吗 你看黄中是五张牌 初杀是四张牌 他是强命不了无遗的 这个孙权他肯定不是反了 明显是内 是反拆一张无遗 不就强命了吗 他没拆无遗 他肯定是内 他疯狂的拆国家 这个黄中 这里要杀这个刘善 他杀一张 然后扔个基本上是三张 三张对三张 是的呀 这个黄中 这里把这个刘善干到医血 你说主任的优势大吗 干到医血 刘善都不能吃糖 对啊 刘善就很难受 你看这个郭靖的两血 刘善医血的情况下 你说主任有优势吗 没有做到优势的 没有做到优势的 这个局内间还有机会呢 那间 三五零一 你没有优势 而且还是劣势 我告诉你 我发现他们有人打牌啊 眼睛眼睛里只有主 没有别的 哎不列的不列的 至上说 真的 我是 我是觉得很多人打牌 就是眼睛里只有主攻 没有别的 对 杀不了主攻就投降 有时候我是把我都没有打工 打个鸟子工 你杀刘善怎么就打工了 怎么打工了 你这位字 那你不杀刘善你打工吗 你不杀 不杀 不是动不动就打工 说不杀刘善就是打工 你不杀刘善 你输给主中了算打工吗 我跟你讲 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杀刘善的情况下 对 你杀了刘善就是反贼跟内奸 我 我就觉得很多人动不动就是杀中就是打工 哎 人都不能理解 就是杀中就是打工 主要是主要是这个刘善不死的情况下 你想像吗 但是你一直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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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其实你你把刘善打打打打那个打 打到异血他很 他说白了就是反和类都有机会 他打到异血他很难受的 那一刀真的很关键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刀 比如说小炮现在一起小炮只有这个刀 你看这个吧 是不是能打 那个南蛮他都不好开啊 南蛮他就掉血了 后面 是不是能打了 是的呀 那还行吗 就是小炮会不放全吗 少做一轮吗 少做一轮吗 最少这个 这个后面人少的时候 感动的 小炮流沙散的 也不会 就这个无意少做一轮 小炮肯定不放全 小炮一轮 吃逃吃逃 这个刀 这个刀 如果吃逃 可能就没有逃 就不过家了呀 小炮一轮 你看他没有 这个刀子有来一回都看到了 这个黄忠那一刀其实挺致力的 他那一刀最后给了什么法 他那一刀给了什么法 给一张好法是吧 其实我姐姐严苛一点 给两张 今天给了几张红啊 两张红是那个洛黄 孙昊和张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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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A组是一般不会发牌的 孙昊确实有点离谱 不是不是 这个无疑放南蛮 你们看一下 这无疑放南蛮许又有啥 为什么不出啊 他是不是觉得瞬间死了 他就没有猎了 瞬间死了猎也在 他跟橘子不一样的 他跟橘子不一样 所以这得避出啥了 他是不是怕有顺手 保不中顺走了呀 那应该有点扯足了吧 拉起巴掌 今天现在没怎么给牌 给他少 那那听说群里面还变了很久 我听闻 不服正常呀 不服多给给了 不是他们 不是说不服我给牌 是不服 就是要辨论一下 要发动天变 对天变 其实其实我觉得 但是要变一下 然后越变越被喷的了 你知道吗 他们还不如不申诉呢 越洗越黑 对不是变有可能 比如说张星仔要变一下呀 变啥呀 那个张星仔还能变吗 这个举手的话要变一下呀 我为什么不出杀 因为我不认识黄东 这啥变 在前面身份 在前面身份 已经跳了那么名的情况下 对 三国沙这个衣服 为什么会尽量发生纹斗 你知道吗 因为他跟那个白米赛跑不一样 白米赛跑十跑的坏谁弄逼 我还没有给他牌 他就要变一下 因为是他就要主观给他 包括那个时事啊 要不要变一下 对不对 哎我想我想问一下 就那局那个孙浩主孙权反 那局给了谁牌了 给了我看着那个 给了徐氏 给了徐氏的牌 给没给新献英和孙权牌 没有给没有给新献英的牌 给了孙权和徐氏 对我也觉得应该给孙权 新献英 我当时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徐氏的将框里面有谁吗 徐氏的将框里面有 有有有有许优家孙浩都有的 你知道吗 那那我想知道 孙权的将框有什么 孙权的将框的话稍微差一点 有郭家藏这种稍微差一点 嗯 那你选个郭家呀 你选个郭家 至少不会被队友和吧 稍微差一点 但是但是徐氏那里的话 我也是给亲的 我告诉你 徐氏那里他不仅选的差 还打的也差 我以为他是那里装身份 或者是中在装身份 我也给亲的 说实话 我也不想跟他们变 对了 懒得变 那你给的是黄牌 就给了一个黄牌 他那个选价 我跟你讲 他有许优家沙漠科的 不是他许优 我看一下他那个将框 三黄算 三黄算一黄 红扣分 第一个红扣分 第一个红扣五分 第二个红扣十分 那老孙头还得吃几个红了 都无所谓的 老孙头肯定没有吃过红牌啊 老孙头没吃过红牌吧 点多吃过红 老孙头是谁 是你推荐的吧 你就不给他牌 老孙头是橙子 那个主攻是孙浩 那个徐氏的将框 我跟你们念想有什么将 有徐氏加许优 加贝尼夫加沙漠科 加刘斜加刘备加董远 别人选了一个徐氏 他选徐 许优和沙漠科呀 我真的是给亲的的 我也懒得跟他们变 对 你要沙漠科里面随便选一个呀 其实我跟你说 如果你想想 那框里不好的情况下 你选一个 他们为什么会给黄 是因为看了这个将框的 也不是沙比给的 然后加上你打的也差 就是许氏那个问卦还可以 你三个位 你跳出身份 队友不会打你的 那个孙权那个位置 真的跳不出身份 正想那个位置跳不出身份 在新线音的视角里面 新线音打理没毛病的 说什么 没毛病 是的呀 所以说我们给的是 很公平公正的 对呀 而且不够 也不会特别重 除非像那种 就是特别离止 就比如说那个孙昊 对吧 对呀 还有那个张金台 这个真的不应该放 这个我都放完了 看看第四局吧 我昨天给的很轻的 基本上没怎么给 哎呀 这个第四局才有意思 包括黄忠也是给了一个黄 所以说 他觉得不想给那一打工 但是说白了 你不给那一打工的同时 你就把这个反对 当出来 其实没有说什么不想给那一打工 那个局还早得很 还没有到给那一间打工这一步 因为你的队友还有一个满血的许优 怎么就给那打工了 这局你会想什么呀 主要是主要是他这样打的话呢 那个叫谁 我会选鲁芝啊 我觉得鲁芝好一点 鲁芝皮夏侯敦能力强一点 我跟你说 我这地方我先说一下 我没有马好放 我当时跟老婆也在看着 就把选鲁芝的结果是一样 就是曹瑞加鲁芝加许优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夏侯敦是中吗 我说夏侯敦这个武将 做许优的反没什么用 因为你老选夏侯敦中吧 所以你 对而且我绝活夏侯敦中 我一眼看出来他就是中了 但是这个别的人没有想到 我跟你讲 这个局跟那个局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被乐的输的 就是一个乐解决战斗 没有乐需要赢 人数现在一般 但是我会选鲁芝啊 但他选强后的就选了 这个局的话呢 我都说了跟昨天 另外我 这个二号位曹瑞确实是一般 但是他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这个主攻开怪就打黄盖 潘风 打黄盖的 打潘风 这个局选 选那个鲁芝的结果不就是一样的吗 他不是被乐 打死的吗 坚鲁芝 坚鲁芝跟昨天不是差不多吗 开始装身份 坚鲁芝他多摸两张牌 但是不好说 开始装身份 装一手 装一手 因为他是忠 他知道曹瑞是忠 张长虎是忠 他自己是忠 他知道这个曹瑞是忠 他 他张长虎不是必反吗 他肯定当一手 而且要骨盾的刚 他这里装一下挺正常的 装的也挺好 他就是骗张长虎 这就是骗张长虎嘛 你选出来这个 反正我当时我说了他是忠 我是看着夏浩敦的视角 我是知道他是忠变 我抱歉 你在他的视角你当然知道了呀 你能看得进 你看我 骗花盖就是反 这将面骗花盖别反 在这里说 干了他一手 这个我就不具体分析了 你自己琢磨了 如果这个将面 你都认不下 骗花盖是反了 对这个将面 你要认不下 骗花盖是反 这个就就没他玩了 他打的没问题 他们打的 这个局他 他可以拿九十十一十二啊 为什么非要拿那个 因为他要拿无线合机 他无线也可以拿呀 他有拿桃圆结义 他就想让张长虎手牌上线 九十十一十二不是可以拿吗 那九十十二 那不十十十一吗 没拿好没拿好 可以拿的呀 这个点他可以不拿桃圆结义 这木马没必要 这木马没必要传 这木马留着 是的 木马这两个 不拿桃圆结义 木马里传个红桃圆 有什么用啊 无中生有 这个牌就直接过 因为潘凤会下这个木马的 那木马没用 这个木马就直接放手里面 这个传的不影响 这个东西不影响 是不影响 是不影响 但是 说白了喜要重乐才是影响的 要不重的 这个牌怎么都把牌的 他算的这张牌是梅花无蟹 妈的直播间弹幕里面 还说我那妈演花了 我太好看 梅花无蟹 没有红桃无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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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一顿喷 把我给整蒙逼了 本来就头晕脑胀了 我操我 还骗我 这个局就是许优贝勒就炸了 这把那也没办法的 控不住的 其实我当时我说 这个草位的回头要给许优的 因为 因为你给许优追到三血 还有机会 自己的话也可以 其实我 我真的会 我真的会给许优 我们当时就是给许优 给许优回头比较好 不过从结果 不过从结果来说 后面反贼火力足够猛 他们一样的 一样的给谁都是一样的 天佑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排队 被乐概率高吗 因为你前面这么多人 都没有摸到乐 后面孙权 潘凤 这一顿过牌 肯定能摸到乐呀 一共三个乐 这个排队走了一半了 这个局就是一个乐定 定胜负的局 没发现吗 这是一个乐定胜负 就是一个乐定胜负的局 所以说啊这个没办法呀 如果这个曹瑞换到这个 跟这个跟这个潘凤 如果乐出来的 乐出来就是黄埃潘凤死了 全部都死了 基本上都死了 黄埃潘凤死了 基本上都死了 就是什么 然后这个再搞一轮就和平 那个两位都放过去 这个位置很关键 死了 曹瑞跟潘凤换个位置 这把主动肯定赢了 跟昨天的那一场 极其的相似没发现了 而且这种局内间也困不住 因为许佑出来就反对崩 许佑不出来主动就死 现在其实这把已经在打反了 对 已经在打反了 他这地方就都乐了张张普 然后打曹瑞打了黄盖 但是没办法了 又来了一个乐看到了 这怎么打 这是反对反 不是 不是那个乐是顺的 顺的张张普的 不过这个张张普怎么会给黄盖 给孙权释反 其实孙权释反 给孙权有什么问题 是问齐了 给孙权有什么问题 孙权那一轮释反 可以杀一杀下后盾的 杀一到下后盾 他手里有个桃 他不想拉呗 不过这也不关键嘛 关键还在这个乐 其他的都是拉近 他主要是手里有个桃 不想桃被帮了 最关键是他有个桃 他想留着桃 让黄盖冲雪 让黄盖的口味 你看这个火力 两血三血有啥区别吗 跟鸟的区别 你看后来黄盖 崩了一下很关键 崩出的顺了 然后孙权出的塔吗 这种局 这种局 其实许优 他第一轮 就是没有什么压制的 他要 第一轮你得排特别好 特别压制 对 所以说导致他所有的输出 都在第二轮 但是被乐了 这个局 一个乐就没了 看看第五局吧 你身内你会选什么 怎么样 怎么样 这地方倒是没问题 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视角 我想看那个局 沙漠哥手里到底是什么牌 铁总连环 然后过了 铁总连环手上是没有属性杀的 没有属性杀 铁总有重铸的 没有重铸杀的 对 选沙漠哥呗 对 选沙漠哥呗 其实我当时 没有都不好 这一把子这个潘静发挥的 是不是极其扭逼 我跟你说 人家下面也曹仁反 要把潘静打开了是吧 现在 对 我早就说把潘静打开 跟我老婆也说 曹仁 曹仁反 曹瑞忠 许优孙浩张妈 潘静不知道 潘静你得测 潘静这个样子 你得测 他都会玩的情况下 潘静很扭逼的 这个位置的潘静坐中 别选 因为你官威了 你会可能被打死 这个选行说 别闹人家 他说不为低论 就把人家干 你看他先打的 你看八位的张张普 你看主公一般都不搞的 你看他是有意识的官威 先出了个方便 当然也不影响人家 人家都已经挂了 那挂个刀 你看他没有官威 没官威就是反 这个许优 这个沙漠哥是内吗 反正就砍下一刀 无所谓的 对 沙漠哥是内 他肯定干一刀许优 看一刀许优 破了牌 这不有属性杀吗 这个属性杀扔了是吧 看看他有属性杀去哪 我看看这个属性杀 有时候孙权主是真不行 这个跟谁都没关系 这个局你 我看大家测他身杀 我看大家测他身杀 看下嘛 这个局其实主中的强度很高了 陶瑞在张张普遂 张略在凶 是的呀 你别动不动就孙权主 如果一桌水平都很高的局 你看人家都会官威 看见没有都会官威 对吧 对 官威呀 这个局是因为反贼的阵容太强了 不是因为孙权不行 我跟你说都会官威的话 潘队很厉害的 对都会官威 他比刘善其实厉害 因为刘善只能放一个人 他可以等于放三个人 而且这个潘骏可以配合徐氏 可以双问卦双光威 就是你徐氏你先第一次问卦 那我问个问题 这个这个潘骏能配合曹仁吗 潘骏配曹仁可以 别人没有闪才可以的 没有闪他那个就看不了两次的 你看他这个徐氧 加上这个判军你们强不强 对啊 他忽然 我这两张牌太官威了 他们都有意识地配合判军 这个潘人也想配合判军 但是他那个技能 是无色的 那个技能是无色的 他这个游侠应该对这个不熟悉 这个肯定可能给判军了 对这个不熟悉 因为这是老老老之神 因为因为当时的解说的主播都不知道 第二次在犯的情况下就可能要别人知道了 当时的主播都不知道 很正常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对吧 万里精神 最近之前你们黄盖没有被人 他这个围困是无色的杀 所以不能官威 你看他出了一个红桃杀 所以一个红桃剪一马 他先他其实给我挂剪一马 先杀一刀 然后先杀一刀官威再看 冲啊 不过他这也没有牌了 有牌 看见有牌 你看 你们老实说是原来不熟悉 你看到那个张张普 中的时候 孙权这么多牌 这个局怎么就崩了呀 根本就没有崩 崩在崩到第二 反正的强度太高了 这一把知道吗 啊 反正的强度太高了 还行吧 其实 其实这个局差点把反正给打崩了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局反正的强度还行吧 也不算那种顶级的 他不有这个属性杀吗 他的属性杀呢 他不是属性杀有啊 你看他不是有属性杀吗 我跟你说 他这局如果没带走许优 肯定是他的问题 对肯定是他的问题 反正差一点 这不有属性杀吗 被顺了 我操被孙霞给顺了 我操 孙霞你顺了 不是孙霞顺了 孙霞没必要顺呀 孙霞没必要顺呀 哎呀 这个孙霞没必要顺这个属性杀呀 我都说了他没有 不是 你为什么要顺人家属杀 哎呀 这个孙霞 你顺内干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顺内 为什么 因为内外 你不可能顺内 这个孙霞 这个小志恒也错了 这个孙霞 当时我看的是有一个铁锁 这个打不崩的 因为这边有潘骏 你要找长刀 而且这里不能顺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这个局已经打不过了 万一沙漠哥续爆一个武器 你得顺走 不是你 对呀 你你你 你虚报了那个 他的那个观世虎什么的 你给他观世虎没有 什么麒麟弓什么的 对 就比如说有武器什么的 这个顺真的差平 那明显 那反对都明了 你为什么要顺呢 直接制衡就行了 真的直接制衡 另外我觉得这个铁锁 不知道先来后来了 先来的 先铁锁连了之后就大制衡 哎呀 那这个牌就没办法了 这个绝对不能顺 你要顺了他的那个 我跟你说 虚报的刀怎么办 我跟你说 他要不顺的话可能死了 刚才邱涛说 邱涛曹人了 他不顺的话呢 这个许腰要死 我刚才说 这个真的不能顺 邱涛曹人了 你是很找一张属性杀 许腰死了就能控场了 许腰要死了 这个局 你看邱涛曹人那里 哎我感觉这个牌啊 他不应该挂捡一码 我觉得捡 铁锁先重铸找个刀啊 或者你先捡一码 也没问题吧 他先捡一码 先来一个属性杀 来一个属性杀 对 你找一个属性杀 哎这个属性杀被顺 被身杀被顺 现在他嘎住了呀 所以说不能瞎顺 这个杰索不能连来呀 你一定要重铸呀 这个局等后面一动就炸了 后面一动就结束了 结束了 这个局森权顺手不该顺 另外我觉得森权 把链子连到这么大区 找长刀 这边有潘水 找长刀 另外可以找AOE 你比如说你画一个 那个什么方天跟扇子 麒麟弓开南蛮 开万剑 你要把这个是负面的 那个属性杀不顺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许优还真死了 对 许优死了以后就还能打 这个这个铁锁 他铁锁 曹瑞加许优杀一药 曹瑞 曹瑞 曹瑞还能打一下 曹瑞一血 后面是三连洞 主公又死不掉 这三个人绝对推不出这个心杀 这个铁锁连环也不是顺 因为许优已经摸了两张牌 对 好 曹瑞先打一下这个心杀 关键了 没有属性杀 那肯定没问题呀 人家被孙杀 而且也一直留了这个属性杀 那原来是破案了 孙权的锅 对啊 孙权的锅呀 那肯定是孙权的锅呀 这个局就是很简单 就打不过了 你还去顺三毛哥 对打不过 你没必要顺内了 你顺个刀其实挺亏的 直接制衡 曹瑞这个武将 做孙权的钟就低了 直接制衡就行 后面可灵柱 后面就给两张牌 对 就没有用的 而且孙权有时候出两张杀 后面给两张牌 你还 他不像无疑 或者是季攻出两张杀 可能后面给两张牌 你还你还不懂 你还不懂懂引 他总也也能给两张 你看后面这个 判军的这个强度 我操啊 我反对你吗 对啊 他每一个人都光威 所有人都在光威 判军这个强度体现感 你看这个许优一雪 刚才一顿光威操作 满血满牌 我说话这边有一顿操作 我操 我说一顿操作 是呀 说话也有一顿操作 木牛流满 当时我们说那个曹卫那张 明健一张牌 给张张 不知道是什么牌 这一张牌应该给张张普 因为要张张普 会影响局势了 张张普也出不了牌 就已经结束了 请续近 以大局为重 方德所向 披靡 你看这个强度 喜优加孙浩 加潘俊 双喜优 双孙浩 双喜优 双孙浩 双孙浩 对双喜优 双喜优 双喜优 就已经很厉害了 说实话 只有这个武将就缺牌 这样的话呢 这次曹仁他会了 好吧 他先发那个什么官位 这次都会了 是为国杀敌的时刻 冲啊 不可能一个错误犯两次吧 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挂麒麟宫管位 应该挂那个简音马 跟开湖中管位 那个麒麟宫可以传给潘俊 让潘俊打两次杀的 看情况的 如果你看了之后别人有闪 你就不用要这个麒麟宫了 可以看两次 不行 他他有闪 你就看不了两次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想 所以还是自己杀也行 没关系 他有个万件 是 但是你第一次官位 你开无中官位 你后挂麒麟宫 你官位要是来一个别的刀 这个麒麟宫不可以给潘俊吗 这个中谁选什么 选周太没问题的 官位两次 那个不行 你还跟这说呢 你要是你就吃牌了 要是你就吃牌了 还说呢 还跟这官位两次呢 也闪得出来一张胡思 但是八位周太 就是孙浩的 要不就周太 要不就橘子 别的都没什么 肯定周太好的 肯定周太 周太 这个是 另外我不知道这个 我跟你们说 这局反对怎么输的 你们你们 你暂停一下 我个人觉得呀 二和我离婚禅 其实真的 不好不好 人家一弄干你 对 因为主攻孙浩手里 能会留什么好牌 让你离婚呀 对吧 二和我险降 什么也不好 不是 这局我告诉你们怎么分析啊 就是 在孙浩主的视角 离婚禅反 周太是中 李爵是中 欣献英是反 诸葛战是内 那所以徐氏和孙权这里面 肯定他妈的有问题啊 对肯定有问题 不是 他不 但孙思 不不不 孙浩的视角 他也可以认孙权是内 诸葛战是反 可以这么认为 对 你要有一说一 所以说我开局 我当时我分析 我这就徐氏必是反 因为这边有一个李爵 因为有个李爵和周太 因为有个李爵和周太 这个八回周太肯定是中 我说实话 这李爵也是中 李爵 李爵其实就是五国 就是你们看李爵是群 其实李爵是五国 我说实话 我是这个七号委 我不敢选这个 我也不敢选这个 假设这个许氏选一个许优 孙权选一个国家 李爵立马就躺平 干啥了 绝对躺平了 不是 这个 这个局 许氏选一个许优 孙权选一个国家 二号离婚禅 他不可能干这个新鸣 因为肯定干李爵吧 这个离婚禅 被这个周太 太克制了 真的 真的 这个李爵选的 其实 反正我是不敢选的 这个李婚禅选的 真不好 你看 已经废了 白板 没有用 我都已经跟你们试过一次了 这选项真的不好 没用 对 上次有一次人又试过了 而且周太 这个孙浩主公 经常有周太中 经常有周太中 孙浩的中 挺好的呀 挺好的呀 他永远不可能抽海 基本上 你看这个徐志的操作 徐志拉款 先决斗 不是 徐志为什么 徐志为什么不带头打李爵啊 去打个六爵 他根本 他自己就根本分析不出来 然后再拆 然后发动分机 那个周太都跳中了 因为孙浩拆 他没有发动机 对 对 他拆 以后你还都没发动机 这其实是一张防拔 先问卦拆 狮子在决斗 其实你打李爵更好了 肯定打李爵 打着孙浩干什么 你看这个 新鲜英都打李爵了 新鲜英直接把孙权干碎 这个应该孙权吃牌的 因为你这位置选孙权 跳不出身份的 新鲜英就觉得 这个孙权不是这么就是类的 杀 杀孙权没问题 你这位置孙权跳不出身份 如果说他是新鲜英 这个位置可以选 他反过来就不能选 我觉得 我觉得只能二三位选 再靠后都不行 四号位 因为你四号位选 前面如果是两个反 打你这个 对 前面是两个反 你二三选 二三选 你如果反就二三选 这把反的严重的内卷 不是一个是严重内卷 另一个是这个 雕权就基本上 雕权没有用啊 没有用 真的就是 后面其实空的也有问题 看着他逃不出 哎已经打不过了 我跟你说内卷 在压力丢还死了 其实其实有的时候 你你让队友杀队友 这种局就很难赢 肯定了 哪有说吗 对吧 其实 其实这个徐氏选的 沙洛科 刚才那是 那个或者许优 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选 哎呀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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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氏选许优 我 我跟你说 我徐氏选许优 孙权选那个谁 孙权选国家 然后就这把不稳赢吗 然后貂蝉选一个厉害点的 然后这 貂蝉随便选个王瓶吧 也不用多厉害吧 就想个王瓶 这李绝都被打了撒烂了 真的 李绝被撒烂了 对啊 你这肯定打烂了 我跟你说 你貂蝉选个王瓶 直接干李绝 然后后面一起打 周蔡忠臣 他是没有输出的 你知道吗 然后徐氏选许优 也是一个打李绝 然后你想个国家 这个地方就直接把李绝 干碎 干碎之后 周布利慢慢 这个思考 跟这个诸葛山就残食了 徐氏选一个 许优可以直接刷国家的 因为这个李绝和周蔡忠 直接刷国家的 没问题 借关羽不行 有人说二号选个 借关羽 借关羽真不行 借关羽和李绝禅一样 因为借关羽这个武将 你把输出打完以后 你自己没防御了 王瓶这个武将不一样 他把输出打完以后 他还有防御的 王瓶这个武将 把输出打完以后 他自己还有防御 关羽你把输出没防御 然后被别人一阵打 最后被反对收 他就赢了 这个已经 后面已经打不过了 就打不过了呀 不是打不过了 后面有一轮的话 没有去杀李绝 就这一轮嘛 就这一轮啊 其实杀他 杀到三小 祖国家把他打到两 其实你杀李绝 也已经赢不了了 说真的 你也不一定能杀中 他有机会 杀李绝还是有点机会吧 我只能说 对一下 他这一轮不能狼袭呀 他狼袭了二 但是能杀中吗 李绝 李绝有闪吗 我不知道 因为万一有闪了 你知道李绝没闪 李绝到底有没有闪 反正那个叫谁杀他 李绝有四张牌子呢 然后他这个直接就疯了 他就疯了 他直接摸一个蓝牌子 进风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 因为反对这个 这个在他的视野中 新燕音家 许致都是满血盲状态 他觉得不着急 但是这个局你还是让李绝先死 进入五人局 你到时候你再跳内都来得及 你让李绝先死绝对能打 你让李绝先死绝对能打的 对让李绝先死 就周泰跟孙浩打他们二打二 你到时候你来掌控局势都来得及的 对有没有闪都得杀李绝的 这是第五局还是第六局啊 你都放完了是吗 我没放完快了 二百四放吧 二百四放一放吧 后面就垃圾了 想多了 什么想多了 这个局就是生前的内角 他加上离婚前还太弱了 就是没有遇到到李绝 李绝杂尔家双南蛮 他能想到吗 杂尔双南蛮 如果他早想到 他肯定杀一刀李绝了 也可以规定一下 但是你还是杀他 也杀了他之后 这个双南蛮 这个局势还在你的掌握之中 他说这个老孙头说 李绝的牌就一张不是他空的 其他全是他空的 那个南蛮肯定就是 南蛮是未知牌 知道吧 老孙头说 他说李绝的牌都是我空的 那你问问 他根本就是杂了也不是出出 就一张不是我空的 那我问问 你问问老孙头李绝有闪吗 都是他空的 那我不知道 我问问他有没有闪 有闪会闪那个叫什么 有闪会闪新建议吗 他就是觉得那个李绝 所有的牌都是他空的 就是就算杂尔也都没关系 不是这为什么 那个南蛮你不知道呀 不是这为什么要选个马良法 那个周泰不好吗 这是我我 是我我贴上 我说一下 为什么还有张松啊 马良啊 是我我肯定选周泰 百分之百选周泰 我也选周泰 我又不怕翻 而且又保护队友的 二号位 二号位本来就是一个集火位 你让他不选一个肉 而且你要选一个 你要被翻了 你就露出破镜了 肯定选周泰 周泰比国家好一点 国家也行 国家也行吧 曹仁 二号位的曹仁没必要 没用 曹仁是八号位选比较好 八号位 分下降面 曹操也是八号位选 别是二号位选 从主公的视角 马良肯定是中 对 民中 然后关 然后关 然后关也是反 李绝比较像中 对 李绝比较像中 他都不知道 就是国家适合八号位选 二号位选 其实在主公的视角 应该是李绝中 马良中 然后 李绝马良中 这个关于反 然后沙梦科 孙奥出一个内 张兴反 和张八 还是反 对 看一看 看他怎么打 开吧 对 在主公的视角 就这么个认的 曹仁 曹仁也是八号 比二号好 好 其实曹批主公反 反贼打的是后期 刘士是谁主的 哎 我就是你暂停一下 这个乐牛乐是谁 这个乐我会乐张张普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是马良中呀 因为我认马良中 马良必会杀你 刀 那么你把关羽翻了 就行了 对 你不能马后炮 正常情况下 你肯定乐张张普 你认马良中 马良杀你把关羽翻了 你不可能说 我提前 因为乐可能会 你不可能说 我提前就知道 马良反 对 你不可能知道 这一手 就看我的吧 本来开始瞎打了 哈哈 开始瞎打了 不是你哥 这杀曹批干什么 你把乐拆了就得了 别杀曹批啊 真的是瞎打 这地方我就想说一下 你看起来杀一刀曹批 翻了张张普 你不以为你赚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写说的时候 我爸多说 我看到他那 错来错去 打得这么犹豫 你要知道 他就是反的 说实话 我就知道他是反的 不是你这瞎逼杀 对 你不能说 把乐拆他就得了 你搁这瞎逼杀什么的 这个忠不可能这么打的呀 杀一打之后 还不知道给谁 我就不知道给谁 但是我真不知道 对 虎逼选 虎逼打 选个马良当忠也不好 当凡也不好 我跟你讲 是的呀 藏匹主公就不可能 不是你杀一套 他把张上古翻了 你觉得赚了 这个关于 他不翻你 他就是心裁 对啊 对啊 他翻别人 人均难为 你选个烂马良 他下个人就发你行不行 这个马良 我就跟你说 我就说 你二号位选 到了最后 觉得张欣赛 那里我真的克制不住了 我才喷他们的 我前面一直没有喷他们的 你就记住 曹匹主 你想二位马良反 除了能骗主公 第一轮不打你 之后你永远也动不着了 永远也出不着了 对没有用 你就骗 但是曹匹打你又咋的了 曹匹有输出吗 你想跟周泰 他能打死你吗 这个地方 这个孙昊 我当时说 他连着曹匹跟马良 我说向内 老伯说 那么中应该怎么连 我觉得是中 就连关于前马良了 因为你让后面的人 他这么连没问题 他连曹匹和 但是他腹子没有换 就肯定是跳内了 是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那天 不要还是不要去卖曹匹 我还是觉得 连关于前马良更好 因为有的都卖曹匹 反正我是 这个局马良就是 说真的 这局就是马良 肯定是两把 这选量很差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你上来骗个主公 你赚了啥 对 主公把张庸虎翻了 你根本就没有赚 好吧 然后这个关于 上来忙两个一忙 对了 其实 关于倒打得很对 有人说 独恋是在打呼噜吗 没有吧 关于 关于打之气 李觉和那个张生财很正常 因为他是反 马良是反 张昌博是反 其实 其实李觉 那个五五分钟 是可以开的 就是 因为他开五五分钟 是主中四个人 反正就是三个人 而且这个马良 拿牌是没用的 李觉那个五五分钟 可以开 李觉那个五五分钟 绝对可以开 没有开 所以说 所以说马良的武器 是垃圾 你看见没有 队友开五五分钟 你摸张牌还得招了 马良是真的垃圾 这垃圾武器 但是我觉得 关于都比马良强 真的 关于 关于 都不如 关于 我们看 看这局 这局马良有什么用 这局马良除了 你看主公都不垃他 主公怎么没垃他 主公都没有翻他 这局除了 他给了关于 解了个乐 然后杀了一刀 曹平把队友翻了 有啥作用 他解那个乐 他不是马良 他也能解 他不是马良 他也能解 流流嘛 他翻的张张补 都没有翻他 他觉得张张补有好牌 翻张张补可以 我是他 我可能会翻了 马良 乐关于 让张张补出来 也可以 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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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无所谓的 你看他 你看他 他现在怕 不行 反正你翻一个乐一个 还是想 他是想关于 给他回血 还是啥 回个鸟的血 回血也是死 我跟你说 这个比反贼 我就 我就说了 你二号为马良反 你除了第一段 能出牌 以后再也不能出牌 我就这么跟你说 你选了一个马良反 关于 都不好推主 不好推主 是不好推主 我跟你说 关于 推主 他翻了马良 记住 只要有马良反 在场 反贼就没法推主 对 所以马良已经被翻了 因为反贼推主 就把马良翻了 你疯了 关于 他只能去杀巴巴镇的礼节 你知道关于 有多绝望吗 反贼没法推主 他推主 把马良一翻 怎么办嘛 马良死了 他才想 他有机会推主呢 他为啥 你想占钱 因为觉得你会aks growp 对呀 他煮香热煮 我喜欢骗 老小孩骗想要人家犯错吗 不是这是 哎祖你可这骗啥呀 骗骗骗真天的 上一次以前你骗成功 我跟你说那是老孙头 你如果袁术要会呢 把你的屋进去了都 那个大小孩骗是因为第一轮 人家那个瞎逼那个啥 哎那个大小孩骗就是瞎逼拉骗 如果是我们那个逃逼 我那个就那轮只要把那个谁翻了 他根本那个大小孩 根本就骗不到的 把那个卤之翻了 天天想着骗打不好 天天想着骗 后面反罪只能杀中了 曹皮满血你不可能杀曹皮 后面你反罪如果再去杀曹皮 满血的曹皮你怎么推 那就一起输 后面已经没法 关于也就凑合吧 关于我觉得可以买两小 孙号这个顺没有顺雌雄 其实这个点 他是个内 他顺不顺雌雄 这个无私 人家是个内 人家是个顿哥 其实这个点 关于去打张心采的话呢 反而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是觉得关于杀张心采好 我当时我们说 这个局主要不好 因为张心采要死 杀张心采好 因为李宇 我说关于张张普加孙号三连 动心采可能要炸 我们要去打 关于真的打心采好 你老大八卦阵干什么 对应该打张心采 张心采那会儿 我记得就三个嘛 对啊 他杀张心采 这个决斗可以斗李决 然后这个杀 就杀这个张心采 这是本王最后的 然后这个关于就一直被他 永远坐牢 这个残局张心采 比孙号过的牌还多呢 有可能 你看 新孙号就摸一张牌 我都说了六七号位的张心采 又是神 真的神 孙号就摸一张牌 一摸李决掉血的 这一张牌而已 张心采 六七号的张心采是神 二三号的张心采是鬼 二三号的张心采就是鬼 如果关于打张心采 张这个张张浦打心采 孙号打心采 心采可能医学 对啊 心采可能就直接医学 关键他有八卦阵 你怎么打呀 对啊 没有八卦阵 你打他就打他了 对啊 没有八卦阵 他带着这节奏 对 他是第一个反 我们当时我们看直播文就说了 我说这个张心采可能要死 这个这边三连动 这个张心采 我不好说什么 我我我我不好说我思路 我像我今天解说 我基本上没说思路 你直播今天别说思路 我第一局说了思路的 第一局是因为 那么打的时间太久了 我操我认不了 你再这么打 再这么打 我炸了 他干到晚上11点了 第一局我后面说了 我前面没说 这个局真的 把张心采推掉 这个局内间跟反都有机会 这个张张普在关于连 说白这关于不想配合 关于不想配合 关于不想配合 就是想不想 你想 你要为了自己赢 你别管老说是打工这种事 连老是想这配合不配合的 就是有的人 这个牌把张心采打死的话 我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思路 就入了魔道了 就是我不是我杀中 就是给那打工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自己 你看什么局势 这个局孙昊不厉害 你就不需要防着孙昊 这个局孙昊真的不厉害 真不是我说 孙昊就因此没关张 这个局反对本身就很难以 你必须地配合 不是 我就问你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前天有一局 就是主内反曹丕 孙昊加张昌普 是不是张昌普赢了 这个是不是张昌普赢了 那你这局为什么不能打到主内反 这比的话其实把张昌普赢了 那个是孙昊 元素 曹丕加张昌普 那个局跟这局一毛一样了 而且这个局张昌采的威胁 比这个李局的威胁大多了 他们根本就想不明白 对呀 这个张昌普赢了 摸摸一摸那么多牌 别人你们刷曹丕 后面比这个李局的威胁大多了 你知道这个轮 这个关羽是怎么死的吗 就是被张昌采一打 这个张昌普跟孙昊 没有打到这个关羽吧 不可能这关羽中被翻面 就是曹丕一刀 心裁一刀 曹丕一刀 关羽一刀 配合3v3打得过的 配合3v3肯定是有得打的 不是 这个局马凉死了 这是本王 对呀 没有 必须得合作 你别说什么 我们不合作 主播是曹丕 你不是说你主要是生权 不要记住 你要记住 反内的话张昌普都有机会的呀 肯定啊 那天不就是一模一样 4号内张昌普反 曹丕 曹丕都不好拿好牌 圆树中那个主攻是曹丕吗 那人家你这个张昌普怎么赢的 对 你别说 你别说什么进主内反 你别说什么进主内反 赢不了 人家就赢了 人家还进主中内反都赢呢 所以说呀 这种局你们要 你们要记住 进主内反 大家都有机会 你有了局 你不能说非 得说 哎呀我投铁 我就不愿意给你机会 那我也不给 这种局劣势 不是内打工的 我再说一遍 是你反贼选了马良 就已经 你不能让内不打 不出牌吧 对不对 内奸就只杀了马良 这个 这个沙漠科 可不是内杀的 这个沙漠科 是新采家李爵打死的 新采家李爵打死的 这个局你赖 反贼赖不了内 在这个局你不能说 内奸没空好 把局势打崩了 内奸就九杀了马良 他不九杀 马良也已经 这局是反贼弱 加上忠臣强 对 反贼弱 你说李爵这里 杂关羽救不救 我直播间说了 我是不会救的 我跟你讲 反正关羽这个迟早得死 迟早得死 你早痛不如 我跟你讲 你晚痛不如早痛 我告诉你 反正迟早 你这里救了之后 你后面更难收场 他的牌会越来越多 你还得救 我跟你说 这个局肯定不救 你救的话有机会的 我跟你说 这个局真有机会的 这个局我是内 我肯定不救救 因为主的血都是中手 肯定不能救的 肯定不能救关羽 主我也不会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局 主的血全是 你想象吗 这两个桃 留着保里和张张谱 我觉得挺好的 你现在救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 就是现在救不好呢 每一会儿这个草皮 还会被犯 还是要犯关你 还会被犯关你 你到时候还得救 你到时候救的情况下呢 他牌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关羽手上一堆烂牌 一堆烂牌 早痛不如晚痛 说实话的 反正不可能救主 为什么 因为主攻四血到一血 他的血全是中神山 所以中神自己 起点就是因为关羽 没有打 他这里批翻三号挺贵的 对呀 你保证联动呀 保证三联动 然后把这个关羽给打死 看到没有 还是被收了关羽 不是 这里这里里约没打好 打好所以把这个联络 对 李约他没打好不怪他 他不进 当然主攻也没打好 主攻有顺不顺 对呀 他你看这个地方 开了个五股龙灯 还是被打死了 看到了吧 主攻有顺不顺联络 五股龙灯他想半天 他拿了个不中 我跟你讲 这里李约的话呢 如果说打好的话 直接一波就赢了 赢了呀 他顺联络 然后自杀 他顺联络 然后自杀 不是 而且他 他顺联络 而且他死的时候 曹丕还能翻 你看你上一轮 如果说不救 不救这个关羽的情况下 孙皓都不会被翻 他的根本不用顺简易 这个刑伤 那个谁 关羽是有 在简易码的 而且那个李约 就是去铁索曹丕 上一轮不救关羽的情况下 你就不会被翻 然后把自己打死的情况下 你看他这个 他铁索连环 曹丕跟自己 杀曹丕 曹丕还能翻他 还能摸三张的 这个局 只要李约打对的话 直接一场 还有人说不想死 送分 送啥分呀 你这个局 你保证你一定能赢啊 保证赢了就得了 还差那一分 还差那一分呢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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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商铺 添住了 孙皓添住了 你们就输了 最后的人词 他这个地方 顺手连弩 连自己跟李约 跟这个曹丕 然后杀曹丕 曹丕用图 有个名堂 有个名堂 他就直接翻谁 谁会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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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会翻他的 他看他 动不动就什么 不想死送分 李约确实没有处理好 你这两个五中 丢了三个杀 对啊 这个李约丢了三个杀 这个曹丕丢了两个杀 就五个杀 然后这个翻面 还能翻三张牌 动不动就送分 动不动就不想送分 说你好了 说白了说白了这个孙昊 那里不应该救关羽的 他那里不救关羽的情况下 我告诉你 那一轮是崩不了的 李杰的话呢 是不敢去杀曹丕的 那一轮是没有名堂 而且李约杀曹丕 那也是不可能救的呀 就是对啊 李约杀曹丕 李杰的话是不敢去杀曹丕的 那是不救的 他不敢去杀曹丕的 不是李约救了关羽之后就被动了 忠神杀族 然后让内疚凭什么呀 对啊 这就是李约杀他不敢杀的 不敢杀李是不会被翻的知道了 这个比如说你 就看淘梯 收了关羽这一部牌他能干嘛 那个牌我觉得干不了 傻似的你们两个淘 加上张正普三血 李五血 我觉得李约扛过去 其实这个局啊 我跟你说 只要关羽配合打星仔 星仔死了 这个局好打得一逼呀 最后一局他为什么要想高干 因为沙漠哥不想想高干 高干 哎我跟你说 看最后面就不敢 最后这一局 我明显感觉到他内 他首先今天运气也不好 选了很多版内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感觉他那个内真的 哎呦 脑血栓 那个黄条都烧光 逃皮的局 反正后继的话呢 你一定要忍住 有沙漠哥 对吧 不想想的高干 他沙漠哥那也没有赢 我跟你说 这种局他就想行了 高干混一混得了 但是我肯定会 高干比沙漠哥弱菜 我给他选的一局 沙漠哥累了 今天再选一局高干 看怎么打啊 什么看一看 这个牌子 选沙漠哥多好呀 他真有机会 对吧 这我们先分析一下身份吧 这还是刘邦云反 刘邦云肯定是反 是吧 星天英我觉得是反 星天英在他的视角里面 肯定是必反的 因为因为我觉得 主公的视角 我会认高干内 我不会认星天英 我不会认星天英 管他认为谁是那 你看他们行动就完事了 对啊 主公直接挂机过了 到这个高干 我操这个牌多好 又加一码 打的时间太久了 打的时间太久了 哎我就想问问你啊 这个高干斗星天英 在别人视角 高干是什么 那肯定是那样 对啊 那不高干肯定是那样 他是反贼 不可能打星天英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点 他是反贼 不可能打星天英的 对啊 所以他肯定是那样 他不是反星爸爸 他不是中就是类 所以 所以 你可以认为他不是 不是类一个 但是他必须 而且这个 我就问你 刘善放高干 刘善是啥 刘善肯定是中啊 肯定是中啊 反贼他放他干什么呀 不是反贼 怎么能放高干呢 这个局 这个不放孙号 没毛病 孙号也是摸摸 摸三没有用 而且打不动 不是不是 这个高干在打什么 你决斗一下星天英 然后又决斗一下孙号 那你星天英 我不是白打了 不知道他干啥 他就是白打 他看不懂 这个局为什么要 都主 你都主干什么 你还不如斗张张普呢 你都主 你还不如斗刘善呢 不不不 你不能斗刘善 斗张张普啊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 我要是他 我一定会斗张张普 斗张张普了 他都很明了 因为你斗张张普 张张普是反 没关系 因为这个局 刘善 这局张星彩 闭红盘 这局张星彩闭红盘 因为在张星彩 反而视角身份已经齐了 怎么不可能杀唐善 还有人说他跳内没问题吧 你跳内 你要斗主吗 不是你跳内非要斗主 我跟你说 我当时以为反输了 因为 我以为反赢了 你斗张张普 就是跳内吗 斗曹操也可以 曹操 还是说斗主也行的兄弟 斗主干什么 你去斗主 后面四连反 后面四连反 最后你们看看 这个局不不能主攻死了 你知道不 你别觉得 心裁不打错的话 主攻死了 真的主攻死了 不是 也死不了 不是 不是 这个 这个心裁的视角 怎么可能杀唐善呢 我的天哪 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刘善是忠诚 放你内奸 实际上你去斗主 还没搞成麦子 打蒙逼了 最后的 不是 忠诚 刘善放你内 你去斗主 意思是我不想要这个放权 这是啥逻辑啊 我爸爸在放权的 我都不知道心裁 为什么会把这个唐资一顿干 这个就虽然瞎打 他看错身份的 啥看错身份 他肯定是 我跟你说啊 他说他认错身份的 不是他看错身份的 他认错身份 他认谁是反 不是他认谁是反 我就问他 他认高干是反 他还有谁 高干新鲜英是反 还有谁是反 还赵云啊 他自己啊 我跟你说 我当时觉得反没了 始终没了 他认高干是反 我直接给他标中 不是 他就觉得这个高干 逗了这个孙昊 你知道吗 不是 那意思是高干逗了孙昊 是是起了 那那我问一下 那高干逗新鲜英 你认为是什么 高干逗新鲜英 你不能光说他逗孙昊 那我请问 他第一轮逗新鲜英是什么呀 就把他跳出来是反 对啊 那他逗新鲜英 你不能光看你后来 在张欣采的视野中 任高干是反 上来先逗新鲜英 那间再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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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刘善忠诚 在放权高干反的人 对 刘善忠诚 他觉得刘善太低 他觉得刘善打菜了嘛 其实很多时候 你觉得别人菜 很多时候都是你菜 知道吗 是你的 真的 真的 肯定要吃红扒的 肯定红扒 上来把队友干死了 对 把队友干崩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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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不打张张扑 又两个人一滴 主宗可能打过我第二 最后主宗会打过我第二 打过了你赢不了 是不是 你内奸的视角 你不打张张普就会导致 首先 有可能反对把主推了 你打不过 第二 主中能打过的情况下 你赢不了 三血的张张普 肯定赢不了 八了也没什么 就如果他把黄疗烧没了 他也他没斗 是不是 张张普只要三血 你那肯定赢不了 要么就是反对 把主攻推了 要么就是那个 主中赢了 你输了 这是A组阳哥一下 也没什么问题 他这回没用技能呀 这A组阳哥一下 没什么问题 就是作为内奸 场上要控的两个武将 老包背这个将尸啊 当然现在很多人 第一是取优 第二是张妈 这两个武将 你没有到残局 你怎么处理的 所以说你趁八个人的时候 去处理这个 对不对 你八人就跟国战似的 人多的时候 你处理这个局势 还很混乱 比如四个人的时候 你处理这个张妈 你怎么处理 你去打他 你打他 他就一顿算 把反对打崩 沙漠科很好处理 沙漠科可以打他的血 张妈你不敢打他的血的 而血你是想要打血 打不了他的血 知道吗 知道吗 还有小桥也是的 小桥就跟朋友说了 木牛流马 小桥那间一定要早早早地 这是啥意思呀 我没看懂的 这顺赵云 把木马放进去 这啥 这干嘛 这是有什么好顺的呀 这不知道在哪啊 你这有什么好顺的 我不明白了 而且你顺就顺了 你什么也不易中 还放木马里 痛他的血 他就没有虚报的 这个赵云都不乐主 去乐这个高干了 虚属责步 虚样养精通 赵云也是瞎的 另外我想说一下 这个孙昊主攻 你来一手 这个流氓云没啥用啊 不用了 白板 这种悬架有啥用啊 你看见没有 赵云从头到尾 冲过一次阵吗 白板武将 不要 不要玩这种武将 真的 我跟你说 像流氓云啊 高干这个武将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 他把他乐给他拆了 哎不是 我就问你能够这么个问题吧 假设有一个三学武将 他每回合可以顺手牵羊一次 请问这武将是什么强 那马良每回合自输吗 不是 什么是自输 我就说 我就说 有一个三学武将 每回合顺手牵羊一次 这武将是强的 这不就是垃圾武将吗 这个局高干 对 这个武将卖 如果卖200块钱 你会买吗 他这个脸 逗了张张普 不可能就顺赵云 知道吧 不可能顺赵云 不可能顺赵云 不可能顺赵云的 我知道我不逗张张普 我把小胖给逗 是吧 就一个三学武将 然后每回合 一个顺手牵羊 这武将会发生 你咋敢逗呢 张张普这边可以 给主公算牌的呀 那你赵云 而且你赵云还 你逗了 你不能顺赵云 另外我还是说了 从我逗了 他就没有想过 你不能顺赵云 就像医学 可能南蛮万件就 刮死了 到了小胖之后 把这个杖八顺过来 知道吧 对对对 这个杖八顺过来 到了小胖 都是真的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刘芒云是什么时候出的吗 刘芒云是13年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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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芒云是13年朱游志出的武将 你们现在看法 我可以逗小胖 杀张张朴 顺张心态 知道吧 这个主公拆了他的勒 主公就看出来 他的这个心吃 结果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揍了张张朴 顺了刘芒云 这个高干这轮跳的 不可能是一年 一年没完 没问题吧 这里不应该拆勒 其实拆勒挺危险的 我跟你讲 事情危险的 拍乐的话呢 我是高干 我就会逗小胖 逗小胖 杀张张朴 就是 她前面 这个老孙 怎么一定要看出来 这个高干不会控的 这两个人必须得死一个 不死一个 肯定是刘善死的 刘善死的 刘善死呀 刘善死 然后杀张张普 然后把 对杀张普 然后把他那个什么顺了 还给卖起来 然后把这个战巴给处理掉 这样就进入一个五人局 两反两中加一内 刘善必须得死 刘善不死的话 放权给张张普算两人 你们谁他妈顶不住啊 谁怎么抽的呀 而且他还跑去斗了一下张张普 人均难为 你看祖宗只要把这个流氓云收了 立马又乐高干了 我直播的时候我真不想喷他们 说的是喷一下这个张心采 真的没有看懂 至于后面的话 这个孙昊拆乐 包括这个高干这样是打活的了 他孙昊拆乐你肯定不能喷 因为高干直接是拆了顺的流氓云 斗得张张普 这个是高干太脸了 高干要是对的人呢 高干要是对的人 反正把这个小胖给打死了 对不对 反正把小胖给打死了 说实话我看下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洛黄和这个游侠还不太想 他们俩这个分级是真的 琴九呢 琴九一般吧 琴九和那个谁一般 和那个 我觉得这个洛黄游侠 这个琴九 这个 这个流氓是谁 流氓比他们强一点 但是也比他们强一点 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 然后剩下四个人 有想还少打一轮嘛 剩下四个人还可以 老孙头那个 幻听希望 我我我个人觉得老孙头换起了希望 结标他就是喜欢玩黄忠 你玩两把黄忠 你看他玩黄忠赢了吗 两把黄忠都输了吧 黄忠 黄忠 对吧 那就说明黄忠拉垮 你玩两把都输 黄忠不是 黄忠这武将本来就拉垮 有一把因为是最有的问题 他自己一份干 是因为最有问题 但是这武将就拉垮 因为你选了黄忠 最有就没撑你的乐 你要选个黄冰 对 对 你选了黄冰那个问题啊 这个我不把后报吧 这个局说白了 这个局说白了 换一个人玩高干的话呢 这个孙号这个乐不思续 拆掉的情况 我他妈 我跟你说 这个人换一个人玩高干 我觉得这个高干肯定能记忽那一份 高干有机会的 真有机会 他很舒服 我跟你说换一个 比如说炎帝玩高干 人家就不拆垮 炎帝玩高干的话 他也会去 他也会去打赵山谷 他说的 不是 我肯定要打赵山谷 你不打赵山谷 你怎么控呀 他不会就受流散的 炎帝 炎帝不会受流散的 不是你们都没听我说吧 我说炎帝 炎帝如果是高干 孙号就不会拆他的乐了 有可能 拆他的乐的话呢 他也不会就受流散的 那个赵云也可能不乐 我可能乐孙号呢 这个都不好说 我我我只要一出来 我必打流散 然后卖赵山谷的血 你必卖 然后把那个张巴一顺 然后张巴一顺 我他妈叔叔的要死 张张布给孙号一算 对不对 小小赵云又没什么 其实我在想 所以其实高干这个位置 他不用挑那 你知道吗 因为他 这个局就很想要 那边是孙号 而且他有加一码 他根本就不懂节奏 根本没有人会打你的 每次你们喷归喷吧 天天喷我醉菜 但是他们这个思路真不行 我这我我 我我觉得高干关了吧 这我家菜做的 你一个 你一个决斗 一个无懈就血穿了 对 一个无懈就血穿了 而且他那个被冰凉 也被冰凉的模式了 我每次打老包包 分数低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选马凉 我打老包包 我坑的其实不多的 你像BBT和炎弟讲道理 我坑的真不多 是因为选马凉了 对 对 真的 以前选马凉是没问题的 以前选马凉是因为那个孙权 那戒层权都挺强的 以前 马凉还是弱 以前的话那戒层权 老是杀B的好长 你妈大幽子去 动不动给你来手水伤 你怎么赢嘛 跟你啊 我跟你说 你选马凉 我打了这么多次 老包包包包的思路这一块 我还真的出错不多 说实话 我有出错的地方 但是我出错的不多 真不多 我跟你说 以前你还是信任队友了 你要不信任队友就好了 我以前打老泡杯 我跟你讲就是太信任队友了 太信任这些呆逼了 我太好看过的 我就觉得这些我一个个的打得都非常的好 然后把我给打懵逼了 我跟你讲 真的是把我给打懵逼了 因为这句点 一个个菜子跟你妈一坨屎一样 你像大黄的吗 跟我一边的话 菜子跟一坨响一样 知天忆也是的 那先不说坤姐吧 那个大魔王也是的 一个个的都是这样子 你跟韩神一伙过吗 我跟韩神有过一伙的 没有一伙伙的 我其实